歐債的危機 希臘最大的問題 希臘的整個國家的GDP 佔歐盟來說不是最大的 可是也不能讓它跑 希臘人民在街上四位遊行 為什麼 我的福利減少了 我這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還逼著我要去辦公室上班 我平常都在酒吧喝酒 我平常都在海灘 享受這個太陽 希臘人 可是我的福利很多 我上班我有福利 有退休金什麼 突然之間一縮緊 那怎麼辦呢 希臘人反彈 那好了 錢哪裡來 那希臘讓它垮嗎 誰敢讓希臘垮 希臘垮是不會把這個 可是影響也很大 所以最火大的是誰呢 德國人民 德國人民民主性我們都知道 那是非常刻苦耐勞的 那德國人民製造這麼大的財富 結果每次的 因為德國現在是歐盟歐元區的老大 那你不能讓希臘垮 所以每次都給錢 那給錢可以 你這個公務員呢 要減縮 那些每天在這個海邊 曬太陽呢 你要把它踩掉啊 你是不是天天這個 我德國再有錢也扛不起這樣 所以希臘人民反彈 德國人民反彈 德國人民說 我怎麼那麼笨啊 我日夜做工賺了錢就給他們享受 德國人自己沒有享受到 所以這些都是聯手性的幾個問題 說起來你剛才第一個問題 我是覺得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不過我覺得以我們目前的國力來說 當然我們很好了 但是還不至於可以在全球的財政這個area上面 還能夠扮演什麼大一角 坦白講 這是我的認知 好 謝謝那個這個 台灣的外揮喔 不好意思 我剛剛是讓他的 好 大家好 那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等一下 我剛剛是讓他 我不好意思 我很很贊成 富裕中先生的做法 我聽了那個演講也這麼講的蠻好的 就是做比說重要 說在一大堆 然後做不出來那種事情也是沒有做 就是去做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腳沒有做很好 好 那我的問題我剛剛是要問你的 IQ 我對政治是沒有興趣 我對文藝跟文法都很有興趣 ICA 或是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Q 我不知道 不是 IQ 是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Yeah 這邊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想跟大臣講一下 我們那個跟美國啊 他那個信用卡問題 他像美國的安全卡是四碼 我們台灣是三碼 但是我們登陸上去都有一個 這個台灣部分 然後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那你這個台灣的信用卡 這個美國的信用卡 他要通用的話 不肯 通算話 也就是說 在國際上面要使用的話 這是最現實的問題 人家不承認你 這個台灣是一個獨立 他自己承認是一個獨立 他裡面的版本很多 反正我看的太多 版本有很多 有台灣的一個 專門台灣的一個版本 然後有中國大陸 台灣的一個版本 然後人家有美國 他更不讓你進去 好幾個版本 那像這種狀況的話 我想啊 他的象徵一定有特殊的目的 特殊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我請您回去以後 是不是研究一下 謝謝 我兩句話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這不是唯一的案件 這個我們常常碰到很多 目前我們把這個相關的這個錯誤 所謂錯誤就是 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一審等等這種 大概有一萬多件這種問題 所以每一次有這個case發生的時候 我們case by case去處理交涉 是一個很艱苦的工作 沒有錯 所以我們駐外人員的這個任務之一 就是有這個事情 我們要去交涉 處理把它改正 是 好 我們再一次謝謝 我們邱大使精彩的演講 以及精彩的朋友 那我還要最後引證的一句話 剛剛邱大使講的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 需要全民要來支持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全民 各黨各派都要來支持 所謂國家的外交政策 那主辦要為了感謝邱大使 擺盲之中 利益我們這個生活 有幾個紀念品 送給邱大使 首先請我們